我们中国人常讲 人要有自知之明 你要认识自己 自己是什么 大臣教上佛常讲 本来是佛 每一个众生本来都是佛 这是文殊知识 真实智慧 那个恭敬心才能够生起来 我们修佛对佛都很恭敬 一切众生通通是佛 要把我们对佛那种恭敬心 对人 对四 对物 对天地万物 真正生起恭敬心 对人要礼尽 现代的礼节 鞠躬礼 点点头 不行 不公斤 归归归归 站在了 九十度的鞠躬礼 这是必要的 在古时候 在古时候 行礼 是顶礼三百 这是古礼 我们现在在佛像面前还顶礼三百 不忘 古礼 佛是古人 我们还用古人的方法向他宣礼 那么对于现代人 得要现代化 如果不用现代化呢 现代很多人不能接受 你说有许多人 你说叫他学佛 见到法师要拜下去 他算了 他不学了 要通勋 打遍 不能没收成规 现代人 有现代人的理解 见到佛像 行三驱躬礼 最近礼 这样 他就很容易来了 你就会借赢很多人来 到什么时候 他自己拜下去的时候 那是他自己的事情 不是我们的事情 那这就对了 你的佛法就学通了 何学何用 特别是初学的人 要是带几个初学的人 一到这里来 看到就要爬到地下口头 他就起反感了 下一次再不来了 你把人吓跑了 那他会说 佛教是迷信 佛教是封建 佛教叫人回到 古老的时代 这怎么能受得了呢 我们一定要知道 佛教在今天 用今天的理解 佛教在外国 他用外国的理解 他就多欢喜 通勤大别 这个不能不知道 所以了知自信 自信 亲近云民体 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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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五念 有念是二念 一念是平等的 二念就有 波浪起来了 一念等于 一念是圆满 一念是快速 就是的 就是圆满 平等 这些 一丝毫 差别都没有 设法界 一正 庄严 同一个 发现 也就是说 同一个 自信 一己 凡身 共有 一己 无差 一己 就是一信 一信 一丝毫 差别 都没有 一切 诸法 本性 不二 叫一己 不但凡胜 共有 一阵 共有 一报跟 正报 共有 花言经上说 情与无情 共有 他叫情与无情 同 远 重 知 同 就是平等 远 是远满 重 知 是一切 重 知 如来 果地上 所 争 的 无 情 也 同 远 重 知 优优优独播